就在今天 民眾黨在假帳風暴 揮修鼓撩咯 兩個事情正在發生 檢調今天搜索了幾個重要的地點 黃珊珊今天請辭黨職 本來今天民眾黨是要控告會計師 以送止戰的策略通通被打亂了 我還來告訴我們 為什麼突然在今天 檢調瀕臨城下 而這把火 會只有燒到端木正而已嗎 還是繼續向上延燒 就這樣跟大家報警的觀眾朋友 現在目前柯文哲 面對的是一個雙颱風 一個叫金華城三大案 一個叫政治獻金的亂暴障案 兩個颱風藤原效應 嘎咒或者說 它來的速度比你想像中還要更快 觀眾朋友看一下 調查局大舉出動 去了端木正的會計師事務所 然後也去了柯文哲 他在南京東路的台坡大樓辦公室 大家把六大箱的資料都帶回去 那剛好 民眾黨是完全配合 民眾黨想說我們最近就在查 所以單據都在 另外我們主動繳交 他還跟大家講說 請你登陸 我們是主動繳交 未來如果我們有需要 要配合讓我們調閱的時候 也請你讓我們調閱 其一 其二為什麼講雙台 因為昨天還在講金華城 今天已經查到了政治獻金案 那金華城跟政治現在是兩個 不同的案子 但金華城的案子現在目前 因為你知道台北市的前副市長 彭政生他已經是在接受這個約詢以後 是 限制出境出海 而且要限制住居 然後呢 還有其他的這個 相關的這些 包含這個 所謂的大地主 陳春彤 他也有當這個 都審會的這個委員 是 裡面的兩個委員 跟另外一位教授 我並不認識 他們也昨天到了台北地檢署 所以 這個林傳媒說獨家掌握 我不知道他可能簡單一點比較熟 金華城這個案子 就像個 不都他治案嗎 他治案啊 他治案就是說 我告訴你 我要去告發他 給我看看你是在說什麼 直接簽結就算了 但是如果他治案 轉成真治案 代表什麼 代表案情有可能違法 案情有可能違法 而彭政生被列被告 他現在目前限制住居出海 跟這個限制出境 對 那另外一個可能要被約談人 就是柯文哲 是 現在變成了真治案的話 他應該也有可能 會是被告的身份 這叫第一個颱風 對 也就是金華城案 有可能賭職嗎 有可能圖利嗎 這個我們後續再看 第二個是什麼 來 俊江哥 今天是禮拜幾 禮拜三 禮拜三 今天是8月14號 禮拜一的時候 鍾小平才跑去台北地檢署 說我要告那個真治先進案 這就是我今天要問的 說怎麼會這麼快 後發現制 後案追影前案 金華城都還沒有辦到柯文哲 第二案已經查到柯辦去了 已經衝到柯文哲辦公室 導播再把那個畫面看一下 今天的最新畫面 說實在的 台北的政治圈 還有新聞圈 真的是大地震 不是說這事情大條了 說柯文哲完蛋了沒有 但是 真的沒想到這麼快 我再講一次 禮拜一 鍾小平才跑去台北地檢署 說我要告發政治先進案 今天 禮拜三 兩天而已 已經調查局人 衝到柯文哲辦公室 就是把六大項的資料帶走了 代表檢調辦的速度 非常快 而你看到這個 一箱一箱的資料帶走之後 他一件一件的查 我為什麼講雙台效應 俊昂哥 導播你繼續放這個畫面 我要講給觀眾朋友聽 這裡面是不是所有的單據 所有單據都在這裡了 所有的單據 這麼多的錢 他大概有這個政治性 大概4億左右對不對 然後花了3億多嘛 那你要知道 這麼多的單據裡面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木科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這個石勒 討論的尼奧 那還有沒有其他公司 我不知道啊 對 還有沒有其他公司 還有沒有跟可能 三大案相關的企業也有捐錢給他 所以兩個台風 嘎之後會的時候 第一個財工會變更強 第二個 他速度快到你無人想像 我其實很驚訝 因為金華城才還沒有談到柯文哲 已經政治性案 都已經殺到柯文哲總部去了 好了觀眾朋友 柯文哲今天也特別在今天 緊急趕快發信 簽名說 跟所有黨員講說 現在目前這個狀況 調查局執行購物 有沒有 俊翰哥就我剛剛講的 他發的聲明就這個內容 我們是主動提供大選的收支憑證 我們主動提供的 希望能夠水肉石出 整個過程當中 合作廠商 他所犯的錯誤 害我們跟監察院的政信申報不實 這一點跟所有的黨員道歉 但是他的說法跟黃珊珊 總幹事是一樣的 是會計師端募證 他的漏燈跟誤燈 不是金融總部的錯 那等一下我跟大家講 到底可不可以 總之整件事情 我承認我世人不明 用人不當 深切檢討 我重視每一筆的小額捐款 希望有你們 我們會進步 我們從挫折當中 繼續努力 繼續全進 柯文哲 2024 8月14 好我要問你 在這個事件當中 我承認 世人不明 用人不當 他說的是端募證嗎 還是說的是民眾黨裡面的誰 讓今天整個民眾黨上上下下變成了烏臭不堪呢 端募證一定是其中一位 因為到現在為止 端募證也被這個中央委會送評議會 他還是民進黨的黨員 民眾黨的黨員 對 但是 端募證之外 用端募證的人是誰 是李文中還是黃珊珊 那有沒有在講這些人 我不知道 可是 確實黃珊珊現在目前已經被民眾黨內的火燒出來了 我剛剛跟大家講 第一個叫查清華城 第一個叫告端募證 第三個叫反 黃珊珊 現在民進民眾黨裡面已經有前秘書長 或者是參選過桃園議員的 我就不要點名了 他們都在寫啊 好懷念 碧如姐 碧如姐之前當2020年部分區的時候 她排第幾 她排第五 不知道能不能上 壓在後面 讓大家能夠把票衝高 她不是排前面 黃珊珊是排第一名 但是這次出現問題以後 現在目前也沒有辭掉部分區 可是碧如姐的她的錄影案被質疑的時候 馬上自己辭掉部分區立委以後 不要找到黨中央 所以已經看到民眾黨內部有人在反黃珊珊 那當然是民眾黨內部問題 黃珊珊今天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就我們剛剛錄影剛剛的之前 他跑到台北電線署 他已經去告了端木正 那這個部分我已經跟大家講 身為評論員 我的看法很主觀 你早開禮拜一早上 鍾小平去告了 說得更燙 你又來 他要告誰 他要告我們 我呢 我要告端木正 因為你要告我的內容 都是因為端木正 端木正如果沒有漏報漏燈亂報 我們根本不會有這個爭議 所以既然在禮拜六禮拜天查上的過程當中 找到所有的問題都是端木正 我現在講是民眾黨的查核結果嘛 那端木正他要不要認 他不認嘛 端木正不是做個聲明嗎 是 那你既然不認 又是你的錯 那對我們民眾黨造成傷害 禮拜一早上我就會去告了 對 告完之後 禮拜一下午兩點再來開機 之後才對 但沒有告 然後拖了四八小時以後 現在目前端木正的說法呢 對民眾黨中央相當不利 但是當然檢調已經介入調查了 誰對誰不對 我們後續要看 第二個 社會質疑的是什麼 觀眾朋友 社會質疑的是說 你說端木正他亂報 他把已經有的 十七筆的加起來一千八百多萬的單據 我都有開錢 我都拿給你 你給他下給你 不然就去你就逃動了 不會有錯啊 花五百報五百 花十萬報十萬嘛 單據在這邊 十幾筆加起來一千多萬 你為什麼不報 你為什麼亂報 端木正亂不來嘛 可是 現在目前出現一個狀況了 觀眾朋友 因為在整個監察院的系統當中 端木正身為會計師 我給大家看大圖好了 這是監察院系統的 這個實際的一個狀況 在整個政治獻金的規定當中 我今天成為中華民國的公職參選人 議員 立委 市長 總統 觀眾朋友都是一樣的 那講到這裡以後 我就跳出來 都是一樣 所以現在柯文哲跟黃山第一次選舉嗎 當然不是啊 他有講我第一次選總統啊 對 那禮拜有講 對不起我第一次選總統 我不知道 但等一下 第一次選總統是沒錯 可是2014 2018 沒有選台北市長啊 政治獻金 就是政治獻金 對啦 就這樣跟你來行 政治獻金的規定 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今天不管選這個市議員 選立委 選 像日久在現場 日久也選過這個立委啊 也是一樣要申報啊 所以他規定是一樣的 那怎麼會出錯呢 那觀眾朋友 我先跟大家講規定 然後再告訴你哪裡有問題 規定就是 今天我們的擬參選人 譬如說 這次是柯文哲對不對 那這個人就是柯文哲 然後他辦公室 他的整個總統會有助理 助理是誰 像李文忠是財務 或者他交給李文娟 或交給黃山任何人 他的助理 然後呢 最後就是這個會計師 所以把賬進去的人 簡單講 我今天 柯文哲總部不是給木可公司錢嗎 不是也給的 你要也給的食樂嗎 那你說那個錯誤的先不管 有沒有給錢 有吧 有給錢 那這些錢 誰負責給這些公司 是柯文哲總部嗎 不是會計師吧 所以你負責給錢 誰負責收小的捐款 也是總部嘛 所以總部他收到了很多捐款 總部成立了一個財務 這個財務長參加了左右兩個助手 一個助手呢 叫做記帳士 他把所有的這些帳都記下來 然後呢 我們的總部裡面的南部中心 中部中心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 立委他幫忙去輔選的 他們有帳啊 那還有一個出納 這邊記帳 這邊出納 這邊收錢 這邊花錢 形成了一本帳以後 交給會計師 他去簽證 然後再報到監察裡面 就沒事了嘛 所以監察院裡面的設計 這個會計師是不應該來進行任何的登帳 跟任何的修改的 可是 民眾黨今天跟大家講 實情就不是如此 今天早上吳怡軒 舉出了這整個後台跟你講說 你看 端木正底下有沒有 俊翔哥 端木正是我們後台當中 因為他不只三位啦 他跟他的助理本來就可以進行修改 所以你看看 他不只是會計師最末端的審核 誰說他沒有編輯 我們有給他可以修改的權限 好那問題來了 民眾黨給了端木正可以修改的權限 這一點板上釘釘嘛 拿出證據嘛 他可以修改嘛 可是他不應該給他這個權限的 那你今天給他這個權限 變一形式以後 他出錯了 整個總部要去面對啊 所以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現在民眾黨跟柯文哲總部 所遇對的問題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以前選過市長 黃沙恩選過的次數還更多 市議員 立委 台北市長 你都算鬼 那台灣 中華民國這麼多的政治人物 他每一個在選舉過程中 都要遇到這樣的政治獻金 對 為什麼你會偏偏遇到這個事 第二個 你今天不是說不小心 找到一個陳永仁劉德華 跑來當臥底呢 俊項哥 這個端木正是誰 端木正他以前跟柯文哲 是什麼關係 鐵桿的柯粉耶 永遠忠誠 他至少比你我跟柯文哲更熟嘛 是 為什麼 來觀眾朋友出去聽我講 端木正是柯文哲 當台北市長的時候的 聯政委員會的委員 對 他是柯文哲當市長的時候 委託去富邦當獨統的人 他是2020年的時候 民眾黨剛成立的時候 副分區排名第二十二 他是黃土一騎的 他可以分到副分區 是 對不對 Z9還沒有副分區 還要選板橋 所以他就是被眾院過的 現在翻臉不翻臉 我不管 有錯沒錯就檢查 但你要講說 這個人跟柯文哲是完全一個 不知道什麼 路人他害我 這不是事實 因為過去你曾經重用他 那為什麼現在出現這個漢格 簡單講 我就跟大家說了 中華民國無罪推廷 我們有一說一 柯文哲跟端木正 他們兩個到底誰對誰錯 就有檢調來插個清楚 好 我們聽偉翰講到這個地方 觀眾朋友 我們錄影個同一個時間 最新消息傳出來 今天不只是搜索 繼續辦下去 追查柯文哲政治獻金 北檢搜索完之後 立刻約談了 木可 時樂 你要三間公司的負責人 已經約談到案 不是抱走幾箱資料而已 宇軒 所以會收工 後來要轉播幫 火會繼續燒向阿伯嗎 不 當然會 搞不好今天我們現在錄影的時刻 再過沒多久 阿伯就被約談了 唯一細數給各位聽 各位你知道Paytion Zero是誰嗎 零號 其實是戴莉林 戴莉林早就已經先被調查局約談了 所以是先藉由尼奧 跟時樂這兩家公司 這個發票事件做一個影子 約談之後呢 他緊接而來的會延伸到誰 這時候才會到會計師端木正 他查了會計師端木正就是今天早上嘛 也是一樣調查局約談嘛 所以等於說我透過這個假發票的事件 我先跟你公司幫助確認 確認完之後呢 你把相關的申請說 真的我們被造假了 我們發票莫名其妙沒有開 好我們確定這個市政之後 再找到端木正說 那為什麼你們會憑空生出來 那端木正這邊約談之後呢 與此同時他做了一個動作 3D調查嘛對不對 木可嘛 那民眾黨的這個我們講 柯文哲競選辦公室 柯文哲自己的辦公室 也提供資料去給他嘛 對不對 那還有誰 端木正的會計師事務所 這三年去幹嘛 收證 但各位你不要忘了喔 在這之前最早其實上是什麼 金流 那個時候說 木可公司的政治獻金 黃珊珊聲稱有170萬 但木可明明給的不只170萬 所以建安可你知道是代表什麼嗎 檢調已經不限已久 今天這個動作叫做收網 欸 禮拜一才去檢舉才去提告 才幾天啊 不是啦 所以代表你搞錯了嘛 代表那個東西不是真正的開端嘛 代表在提告之前 檢調就已經在查了嘛 就在不限了 就已經在監控了嘛 所以今天為什麼敢這樣大動作去搜索 就是要整個包起來了嘛 所以你看喔 當端木正今天被約談的時候 那邊在收集資料在搜索 與此同時下一個被約談的是誰 李文娟 所以是不是一個接著一個 我戴力靈咬到你端木正 你咬端木正咬到你李文娟 我跟你講咬到李文娟就完蛋了 天下大亂 你知道為什麼嗎 李文娟我們剛才是不是有講到 他是誰 李文娟的妹妹 柯文哲基金會 木可 柯文哲進辦 三位一體耶 三位一體 所以他可以通誰 他可以通尼奧跟十二金流 他可以通誰 他可以通木可公司的金流 他可以通時間公司的金流 所以換言之一個李文娟 他可以咬出多少人 他可以把柯文哲 黃珊珊 陳志涵 全部人 一個都跑不掉 咬出來 所以我跟你講 當李文娟進去的時候 緊接而來 難不成你以為 剪掉吃飽太險 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到李文娟就好了 就不查了 不可能嘛 所以你看誰現在待在民眾黨 柯文哲是不是待在民眾黨 陳志涵待在民眾黨 他們說開會嘛 說討論嘛 我跟你講開會討論就完蛋了 你們今天不是公然串供嗎 你們現在每一個所有人 都有被告的身份 你們只要討論到這個案情 就會出事情 所以我跟你講 這一個一個一個 全部都噎進去 好對於今天檢調 迅雷不及掩耳 繽紛多路的搜索 同時也正在約談 在我們電話線上 我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柯文哲的母親 柯媽在現場 柯媽 今天大家在擔心說 開始查下去了 檢查官已經動起來了 下一個可能會查到了 柯主席 你有煩惱了沒有 士典 黑И製警官的寄 Volume 為什麼 負基製啊 妳講 我們絕對著 沒做事情 自己指 以前人 你說 手負用充 數字 ica か 不會 sle т inflammation 私 沒有 非常 費 我不 老 Zel 這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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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 我是案長有夠了的 我也不知道 我會貪 說了人家貪有什麼的 說了一大堆 這樣不行 不要這樣啦 不要這樣啦 他貪的人你怎麼不去查 去查沒關係啊 我看他案長把柯文哲查他也去查 也沒關係 有什麼問題 沒關係你叫出來 我還要案長辦 不對你怎麼辦 我說我剛剛跟你說我們工作不累 就說每天要好睡覺 不要煩人煩曬 我不知道啦 感到人家在他開玩笑 你沒有的事情 總共要跟我說 實在太母天娘來了 不然你去查 查到再來說 天下父母心啦 委員今天檢調的這個閃電搜索約談的動作 你怎麼觀察 柯媽媽作為一個母親 她疼惜兒子 易於言表 同時她對她兒子有高度的信心 對她的教育也很有信心 我覺得這是個好事 那柯文哲現在遇到了這一連串的風波 當然有部分是很強烈的政治因素 那有部分是他在處理的過程裡面 的確比較不小心 但是的確啦 光從最近幾天她的帳戶問題 會計師問題 她自己也承認 她示人不明 用人不當 就造成這樣一個結果 但是在帳戶的部分 她不會有刑事責任 但是有行政責任 所謂行政責任就是監察院可能會 給她一筆還不小的罰款 那至於這個刑事責任 那可能相關人等 有處理這個假帳的人 可能要負起這個刑事責任 委員我追問一個問題 今天大家都要討論這一張表 這張表是什麼 今天民眾黨丟出來的 被我們解讀就是 把段木正往死裡打 他今天不只去告他 而且拿出這張表證明 你看看 113年4月18號 他還上去登載 還上去修改 就是他啊 所有的責任他要扛啊 應該是這樣子的 大家可能不瞭解 這個選舉的程序 就是說 當你在監察院登記的時候 監察會會給你一個密碼 這個密碼是給候選人的 那候選人呢 會給這個申請出什麼 申請說我找某某人 比如我說委漢兄 請委漢兄 他拿他的自然人憑證 一定要自然憑證 身份證沒有用了 拿自然人憑證來登陸 那這個時候 憑著這一張自然人憑證 那個人比較端木正 那上去就是端木正 李文中 上去就是李文中 所以可能不一定是端木正 自己去key上去的 但是他要負這個責任 因為就監察會來講 他只認定你登陸的 這個自然人憑證這張卡 那所以在4月10幾號還有上去更改 但是表示說這次帳戶真的有點亂 那最後的更改期限就是7月底 過了7月底8月份就公告了 那公告其實最裡面最經典 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彌補 頂多就是我跟監察院承認我錯了 那你給我一個行政處罰 就是罰款而已 可是這裡面對柯文哲傷害最大 在什麼地方呢 柯文哲信裡面有講 合作廠商出面指控 我的老天爺啊 我左遍天下 左遍江湖 只聽過說我的對手來指控 或者是這個跟我陌生人媒體啊 這個公正的心理來指控 我第一次聽到合作廠商來指控 合作廠商做柯文哲幾千萬的生意 然後今天跑去指控說柯文哲的帳戶有問題 這個如果我們翻個場景 今天假如這個廠商就你要食樂 那第一句話競選期間合作廠商指控嘛 第一句話出來了嘛 如果這個合作廠商發現說 這筆帳不是我說的 跑來跟柯文哲的競選總幹事黃珊珊講說 這個不是我說的 你們做一個處理吧 那大家趕快把相關人找來開個會 然後主動發布說 對不起我們這邊弄錯了 我們跟監察院申請更正接受監察院的罰款 這個事情會有沒有政治後遺症 不會有 可是今天不是 是這個合作廠商 跑去找很多不相干的人 在媒體上大量的爆料出來 柯文哲在政治上 形象上受到很大的傷害 任何一個企業或者任何一個機構或政黨 最重要是品牌形象 那如果在這個品牌形象受損的話 那柯文哲是第一個受害者嘛 那但是其他的底下的人就像柯文哲講的 是人不明用人不當 那他真的要深自檢討 所以氣到睡不著的何止是端木正 今天晚上之後睡不著覺的會不會變成柯文哲 他心裡得想今天從端木正的抽屜 從他的資料室裡 資料夾裡面 到底他提供了檢調 什麼樣的資料 會不會到達你一旁他 會不會留後手 錢求你來告訴我們 你所了解端木正背後今天為什麼 大家都在說你民眾黨恐怕是惹錯人了 因為剛剛聲明裡頭有四點 四個人被點到名字嘛 所謂的是人不明有誰 端木正當然其中就跑不掉 但是端木正到底 現在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事 當這個事情 記者會危機處理一開完的時候 我有兩個類別的朋友都爆炸了 一個就是會計師這個類別 財務管理類別 天啊還要跟全台灣所有的 會計師事務所來翻臉了嗎 因為所有會計師的作帳 都是來自於委託人 給予他的授權 或者給他的建議跟要求 會不會做假帳 難免嗎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但基本上一定來自於委託人 那如果有瑕疵 一般也不會有人去跟會計師對決 因為你要想看 這麼多年 就在他手上的資料是如此 那你看看他過去 在朱國榮這個案子 身邊財務長 可以十幾年 這麼重大的涉案的情節 去約談去說明了之後 全身而退 他手上有多少資料 其實現在傳出來 還不只是從他辦公室搜索到 哪些資料被拿走了而已 也有一說 說端木正被約談 約談當中把該給的資料 該說的證詞 都提供了檢方 他為了自保 他會於死往破 提供他的保命證據 切哥嘛 就好像前北市府的概念 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三個小時征訊就結束 檢方很滿意嘛 你交代所有的資料 恐怕現在你去對決 逼這個會計師事務所 這個會計師端木正 跟你對決的結果 對 你這輩子曾經經過他手的帳目 通通都會清清楚楚 那我問你 今天如果端木正 他在檢調約談的過程當中 丟出了致命的保命證據 下一個該擔心的是誰 我手上拿到的 就是剛剛大家在那邊看到的 柯文哲今天的最新的聲明 他說什麼 這一次事件當中 我承認世人不明 用人不當 他會深刻檢討 他世人不明 他在講誰啊 世人不明只有端木正 只有李文中嗎 我看起來我覺得是 黃珊珊 才當中是當中的重中之重 我們先講遠一點的 我剛剛講有兩個群組 我的朋友爆炸了 有財塊系統的朋友 另外一個系統是什麼 是錢 我之前待過台北市政府 的幾個老同事 他們爆炸了為什麼 他們說黃珊珊 公在民進黨啊 為什麼 她的角色是什麼 我有一個不好把細節 給暴露出來的消息 但是因為黃珊珊過去 在北市府期間 曾經用了一個重要的幕僚 後來曾經一度提拔到 這個參市這麼高的位置 而到競選總部選舉的時候 也由這個人成為他重要的幕僚之外 這個人很厲害 政商關係良好 在外頭做很多的事業 甚至還可以提供他當時在 世貌耶 這種地方耶 的競選辦公室 外面的事業做很大 但重點來了 這個人其實在黃珊珊落選 市長等等之後呢 跟綠營很多人的關係 非常的交好 而且事業呢 源源不絕的業務來源 都是跟綠營有關 我們不好說 其實我知道他到底 跟哪幾位綠營的高層關係有好 但我們姑且把他留下來名字 因為這個事還有在司法 可能進一步去追查就查出來了 說真的 但是對於黃珊珊來講 現在反而很安全 為什麼 你看看喔 當他也許跟這個綠營的關係非常友好 今天在民營黨裡頭 民眾黨裡頭 把民眾黨搞垮了嗎 現在是歐卡了嗎 那柯文哲這麼地重用他 我的師傅的前同事們都說 當柯文哲重用他的那一刻開始 就註定了今天的命運 沒有忘記藍白河為什麼不合 黃珊珊啊 黃珊珊在整個在他旁邊 親了多少所謂原本創黨時期 跟柯文哲三十年情感的人 包括蔡壁如啊 現在這一批人在黃珊珊的這個驅動之下 全部人都走啦 只剩下他還有他親信們還在身邊的時候 大家都呼籲他所謂的反山派 叫他要辭不分區 他辭了嗎 還是做得好好的啊 他辭中央委員要幹什麼呢 所以有這個位子在那裡 他不會放 但他根據你的關係 確保了他未來的安全之路嗎 立久你怎麼看 沒有我覺得柯文哲一直以來的問題 都是用人為親啊 包括這次出事的端木正這個端木先生 他其實是2020那時候就擔任 台灣民眾黨不分區的這個立委 然後排名第20應該是第22名 所以代表在那個時候 端木正這個人已經是 這個柯文哲身邊的人 那選舉完之後這個端木正先生 還被柯文哲任命為這個 台北富邦的這個獨立董事 所以你一個不熟的人 你一個不熟的外人 怎麼可能任命他是 這個台北市政府的 富邦的這個獨立董事 一定是很熟嘛 代表你曾經經守過 這個可能是柯文哲市長 或者是民眾黨 中間的一些財務的這些東西 代表你是核心人士裡面的一個人 那你為什麼發生了這個財務 這個政治獻金的案子的時候 馬上就說 你端木正我世人不明 你是一個外人 我聘用了一個外部的會計師 他從來就不是外部的 他一直是內部的人 那這個端木正是誰找來的 就是這個李氏兄妹 包括我們這個李文中 或李文娟我不知道他誰找來 但是他確實是李文中這一派的人 那我們知道在禁總裡面 其實有兩派的人 包括李文中李文娟 那另外一派就是黃珊珊這一派的人 所以兩邊又各自 找了各自 比如說在競選的過程當中 你會花的一些錢 或者是一些配合的廠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廠商的脈絡 包括黃珊珊這邊有兩家公司 就是尼奧跟石樂 那這個李文中這邊 就是用木可的公司的名義 去發包做一種發包 所以在整個競選的過程當中 這兩股勢力在柯文哲裡面 是非常非常核心的勢力 由他們去彭分小草的 四億的政治現金怎麼花 我不會這樣子說這些錢 就他們的理論來講 就是很省的花 那中間有什麼樣的過程我不知道 有人覺得這個裝潢費花貴了 有人覺得廣告費花貴了 有人覺得這個網路費 砸得比較多 這都是競選的一個過程 都是當時的決策 那這當時的決策怎麼花 我其實不知道 但是結果來看 就是整個暴障的支出出了問題 那你竟然會用這個 把端木正拿來 當你戴罪羔羊的這個過程 他原本是你最核心 最內圈的人 知道你所有財務狀況的人 你這樣子就把他一腳踢開 難怪端木正會生氣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們不是一夥的嗎 我們不是麻吉麻吉嗎 到上個月前 端木正都還是台灣民眾黨的黨代表 他還是 曾經是當任中央委員 都還是台灣民眾黨 非常忠貞的黨員 怎麼一個月之後 怎麼變成不熟的人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是我端木正嗎 怎麼會這樣子 你黃珊珊怎麼都會這樣子對我 所以這一齣鬧劇我覺得 台灣民眾黨要深圳很認真的看待 這個問題只會在持續的延燒 那我問你 柯文哲怎麼會允許這樣子的情況 在眼前會秀高瞭呢 其實這是柯文哲一直來的問題 他覺得他不要管太多的事情 因為他對人的 人際關係的這個拿捏 他其實看不太準 他以前是台大醫院醫師出來的 那其實我們也不說 他以前在台灣醫院 本來就是一個人際狀況 他技術很好 但是在人際狀況之間 這個之間比較難搞定 所以他委託蔡壁武 幫他處理一些人際狀況的這個事情 但是一旦到了台北市政府 蔡壁武一旦離開台灣民眾黨 這一些人情事故 就沒有人幫他去搞定了 導致於他完全示人不親 在蔡壁武離開之後 他用的這些人 頻頻出了問題 才會導致今天這個局面 那包括之前 他其實有用在這個市政府裡面 有僱用他自己的親屬 叫做橘子的 那也被台灣民眾黨 這個內部的黨部 黨務的人士就覺得 感覺怪怪的 從在市政府 然後又跑到黨部 然後跑完黨部之後 你競選中 又跑到這個競選總部來 跑來跑去 為什麼你這個親人 一直一直跟在你身邊 你是用人為親嗎 就是黨部黨務裡面的一些人士 對這件事情也有一些言語 好 旺哲剛剛講到的重點 蔡壁如 蔡壁如其實進到了台中市府之後 他已經很少在螢光幕前曝光 但是這兩天他講了一句話 他想問一問柯文哲 你是不是聽信了誰的話 你還記不記得你的初心 哇 這句話 真是說到一個直接 直指問題核心耶 我相信蔡壁如講的話 過去很多柯粉應該都很有感 他就問說 那個過去柯市長 感動大家的心還在不在 這句話其實聽了之後 這十年來 你只要有支持過柯文哲的人 應該心裡都很有感 但問題是 今天黃珊珊會爆發這樣的情況 其實坦白就兩個問題 第一個 就是你報仗記帳的問題 再來就是危機處理的問題 報仗記帳不用談了 包括端木正 包括李文鈞 李文娟的休閉問題等等 再來就是危機處理 大家可以看到 李拜英那場記者會 看下來民眾黨有說到什麼重點嗎 大家也看得補薩薩 很多民眾黨自己內部人 也看那場記者會 看得補薩薩 這時候大家會想念誰 想念蔡壁如啊 過去十幾年 柯文哲不是沒有爆發爭議耶 MG149還有器官的那些 有的沒的爭議 他每次選舉基本上都會有爭議出來 但是每次都可以逢凶化吉 誰幫他處理的 就是蔡壁 那那時候 當然李拜英那場記者會之後 大家看這把火不但沒有熄滅 而且燒得更旺 反而還讓端木正發出聲明來打臉民眾黨 哇這個時候就逼著 這個黃珊珊 你就必須要死了嘛 所以很多當時就掀起所謂的反山聲浪 這個反山聲浪還不是只有黨內也有 包括黨外 黨外也有反山聲浪是誰 過去的國民黨支持者 在去年 藍白分裂的時候 這大家最有感 就是說 藍白分裂是不是就是你黃珊珊所搞的 而且你看到喔 今天黃珊珊 當然你標題看起來覺得 哇他好像負起相關政策責任 持續黨質怎麼了嗎 會痛嗎 欸辭掉他 他還是不分區立委耶 這個讓我想到李文中的一句話 我很勇敢的 這個跟大家講 完全不知情 我很負責的跟大家講 完全不知情 一模一樣的話嘛 我要請辭 但我請的是這個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不是立委喔 大家覺得說 你怎麼會做半套內 照理說你應該就要辭立委才對 好那現在話過來 像黃珊珊 霍貝斯可能後續還有戲在看 但問題是大家會想到一個人啊 就是蔡壁如啊 這個民眾黨的阿信 你知道現在人在台中當市府顧問 但是他自己 昨天出來受訪的時候 他也感慨說 現在這個我跟民眾黨距離 可能是有點遠的 包括我自己在猜 可能說人的距離也遠 新的距離也遠 人的距離一個台北台中 再來新的距離 他現在民眾黨的心也沒有 在蔡壁如身上 不然也看起來是這樣子嘛 那他其實還是很心疼 這個柯文哲 因為過去三十幾年的老同事了 甚至他也幫這個端木正 也跟他問候一下說 你現在還好嗎 端木正又回他說兩個字 叫平安 所以看得出來 這個蔡壁如是非常會做人 今天即便你出事 我還是要關心你一下 他不是有急著切割喔 這個高下立判 對 今天整個民眾黨上上下下 從柯文哲 黃山山 李文中 把這個端木正往死裡打的時候 蔡壁如他 剩一個簡訊問他你還好嗎 這是雪中送炭嘛 那其他人都在切割 你看民眾黨從頭到尾 那種記者會就是個切割大會 每個人都在切割端木正 目前看起來只有蔡壁如說 傳訊息給他 給他雪中送炭的溫暖喔 但問題是 民眾黨的這個問題 其實也不是只有端木正這件事情 我們其中過去很多脈絡都有看到 這是前民眾黨的台南市黨部主委 叫做蔡婉晴 她前幾天在臉書上發文 她發文說什麼 她說我們為你出生入死賺得的是什麼 結果呢 這就是出來幫你背鍋 哇 話講得很重喔 但是她話也沒講完說 難道是因為我們不夠年輕漂亮 又不會講好聽的話 巴結的話 所以你就把我們排除在外嗎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好好來解讀一下 好 她說我們為你出生入死賺得什麼 幫你背鍋 這個你指的是誰啊 柯文哲嗎 這個你的感覺上就是 可能是柯文哲的感覺 好 那第二段呢 我們不夠年輕不夠漂亮 又不會講好聽巴結的話 他在講誰年輕誰漂亮 誰專門會講巴結的話呢 這個大家可能Google一下也知道 徐順壯看哪些民眾黨的人 看起來漂漂亮亮的 又很會講話的 可能就在指他們 那其實很多柯粉 或是其他的一些粉絲 也知道他在講誰啦 但問題回來 你民眾黨為什麼 每次都爆發這樣的問題 你看這個人看起來 也是為你賣命的人 他過去在台南 可能也幫你做了很多事情 結果現在聽他的說法 好像是出來幫你背鍋 背什麼鍋不知道 但的確好像某方面 要幫你扛責任的感覺 這個是不是跟現在 端木正的情況 是有點像的感覺 現在也是端木正出來扛嘛 一樣的做法 所以現在問題是 問題回來 回到民眾黨身上 剛剛大家都說 柯文哲世人不明 這樣的情況 可是問題是 現在最直接受到傷害是誰 我看黃珊珊這些都不會受到傷害 然後他頂多 頂多不幹而已 但是柯文哲 你沒有退路 柯文哲你是民眾黨黨主席 你接下來 而且你是陽春黨主席 對而且很多 你是第三大黨的黨主席 那如果你現在人設崩壞 因為過去大家自己 柯文哲是為什麼 你跳脫藍綠 你做到藍綠做不到事情 大家信任你 對 垃圾不分 藍綠可是白色容易髒啊 對 大家給你個讚嘛 結果你現在 你就因為你自己也一樣髒 結果人設崩壞了 那現在你崩壞之後 民眾黨不會亡黨 現在大家很擔心這件事情 所以民眾黨接下來 有可能爆發跳船潮 這個是沈大老說 他說黃珊珊有可能跳潮 有可能跳船 這個是有可能的 然後再來說 那跳船之後呢 民眾黨現在群龍無首 誰要接手 我昨天在報新聞跟大家講說 有可能是黃國昌會接手 因為黃國昌看起來 他承接了柯文哲支持者的情緒 再來第二個可能的 就是可能是蔡壁如 因為黨內也有一部分 是挺蔡壁如的一個情況之下 所以接下來有看 黃國昌跟蔡壁如 有沒有可能接下柯文哲的棒子 來重振民眾黨 但是問題是 現在民眾黨的問題 最應該先解決 第六號中午過後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九點到十一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我要跟大家更幸福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武器報新聞》 駿下還有優秀的《武器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CAMON CAMON